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空 上次呢 分享了2019未完结的校园恋爱漫画之后呢 就有小少女在下面留言 推荐我去看韩国的转身漫画 超级好看的哦 感谢永飞 其实我蛮少看韩漫或是大陆漫的 比较多是在webtone上面会看一些比较热门的漫画 转身这个题材呢 我也比较多是只有看日本的 因为日本比较多嘛 但是呢 因为看了这一部女王的手术刀之后呢 就开启了我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所以今天要来推荐四部 我觉得超级值得你去看的韩漫转身题材 以下是李空的无雷心得哦 女王的手术刀呢 女主教比较特别的设定是 她一共拥有两世的记忆 而且不是常见的 从现代穿越进异世界之后 拥有异世界的身体跟记忆的这种设定 而是第一世呢 本来就是在异世界的居民 因为是一位恶毒 然后嫉妒心强的皇后 所以后来呢 迎来了死亡结局 也就是反派flag的部分 所以呢 造就她后来转身到第二世 也就是现代的韩国之后 保留了上一世的记忆 为了弥补过去的过错呢 所以努力成为了一位天才外科医生 并且却又在这个时候呢 意外回到了原本第一个世界 异世界的小时候 这样细腻的设定呢 让一切看起来逻辑蛮畅通的 没有什么突兀的感觉 会仔细铺成开外挂设定的 转身题材作品其实不多 凌空我本来就很习惯看 转身题材的时候要自动忽略所有的bug 但女王的手术刀呢 我觉得算是想得很细 那剧情呢 当然是围绕在她 重新来到第一次的人生之后 她如何运用第二世 成为医生的这个能力之后呢 成为开外挂的医疗女王的故事啦 女主一头金发蓝眼 超级漂亮 虽然医疗的部分呢 占了全剧的大概有70%这么多 国家呢占了10% 而男主呢只占了20% 都快从女王恋爱剧 变成医疗之母行医传了 但正因为每个细节都描绘得如此认真 所以大家在替男主角干着急的时候啊 又会忍不住想让更多的角色 看到女主角如何开外挂 下一部是 异世界皇妃 这一部转身作品呢 是相对比较早开始在网络上连载的 热门度非常高 虽然有时候会出现一些 小小开外挂开太多的bug 但是呢 谁叫这是转身题材呢 异世界皇妃目前在台湾是由Comico代理 可以看到正版的翻译哦 人气比其他作品更高的原因呢 我认为主要还是在男主角开窍之后 积极的程度是比其他男主的一百倍吧 虽然颜值方面我觉得大家都长得差不多 个性也都各有特色 但是问题就是 锋芒太容易被女主角盖过 但异世界皇妃由于女主角虽然是转身 但她并没有事先知道发展的这个能力 相对开外挂的程度低很多 使得男女主角有更多的时间彼此相处 学习成长的这个过程 剧情分配呢 相较均匀 整个作品看上去是百分之百的恋爱成分 看得爽就好 bug一律不用管 第三部是公爵的契约未婚妻 虽然这个书名 嗯 好 没关系 她的画风跟剧情很不错就可以了 这一部呢 就是蛮公式化的设定 穿越进影女的游戏世界里 但却不是成为主角的 女主角该如何生存的故事 不过这一部不是穿越成女主角 也不是穿越成反派哦 而是跑龙套的死亡角色 在游戏世界中 就是以这个角色的死亡 拉开了以女游戏女主角登场的序幕 而穿越近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女主角 首要任务当然就是避开所有死亡flog啦 利用她对游戏中知道的情报 换取生存的办法 但就是在这一切看似顺利的过程中 她却渐渐跟属于游戏女主角的男主角 感情越来越深 到底故事会怎么发展下去呢 目前还没有完结 所以还不得而知 可是 离空看作者买了好多伏笔 大概猜了一下 真的很担心 希望主角穿越近的这个角色 不要原本是个反派 而且游戏里原本的女主角 也不要变成反派就好了 虽然目前走上一直给我这种感觉啦 最后第四本是 这个小姐有点野 这个小姐有点野也是很精彩的转身题材漫画 不过更新集数比较少所以放到第四位推荐 女主角转身之前其实是异世界中的骑士团团长 差不多这个职位 在与恶魔交战的过程中意外被抓交替的感觉 所以呢灵魂换到了另一位被献祭的少女身上 嗯 虽然她长得很帅 就是她原本的样子长得很帅 但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她原本也是个女的 嗯 原本还在想说 完了 所以灵魂是个男的吗 好 虽然很悲剧啦 但其实她是一个 得到一个新的身体 而且还是个大美女的身体哦 我觉得很羡慕 好啦 但由于这样的展开 她不得不去解决很多 原本属于这个身体主人周围的悲惨遭遇和阴谋 那些反派角色 一个个看了真的很让人气得牙痒痒的 还好故事到目前为止 虽然还没有找到大boss 却也解决了一些讨人厌的小反派角色 最最最最最最可爱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啦 女主角之前是骑士 那转身之后呢 外表甜美 但依然是个帅气的担当 而我们的男主角外表帅气 但却是个萌萌的担当啊 虽然跟女主角感情还没有发展到 很正式的确定对方的感情 但是呢 两个人在外人看来 基本上已经是老夫老妻恩爱全开的模式 动不动呢 就上演未死守 闪爆全场 非常的可爱 这四部的女主角呢 都非常的帅气 男主角各有各的特色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各自介绍她们的话呢 就是 女王的手术刀 我爱你但你不知道 异世界皇妃 孩子我们可以多生几个 公爵的未婚妻 我想追你但我不勉强你 这个小姐有点野 嗯 这个 这部男主角好像没有认真在想什么耶 我觉得 但是反正她会直接跟女主角百年好合 好啦 以上就是四部大力推荐的韩国转身题材少女漫画 这四部除了异世界皇妃 可以在Comical上看到正版的代理之外呢 另外三部我目前只有看到 快看漫画APP有代理其他三部的部分 希望未来有机会看到更多作品被正式的代理翻译 还有出版的话就更好咯 下次有机会再准备日本转身少女漫画的部分咯 那也希望少女们可以多多推荐好看的漫画 我没看过的作品呢 我一定会回复留言 然后找时间去补完的 让我们祈祷之后 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这些男主角们 甜甜蜜蜜的发狗粮给我们咯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